生肉生鱼 速冻食品 熟面食 雪糕糖葫芦 没了 生肉生鱼 然后速冻食品 我再加一个粮食豆磊 这个是临时的 把它搁冰箱冷冻一宿 然后拿了以后 它就不爱生虫子了 说的基本上都是对的 这生鱼生肉嘛 假如说您不是48小时之内吃完 还是把它冻起来会比较好 速冻食品肯定是要放进去的啦 对 这个面食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面食 而且不仅限于面食 只要带淀粉的都OK 都可以放进去 那么还有就是有人说 我们冻雪糕糖葫芦 这个都是不用说的 生鱼生肉 速冻食品 熟面食 雪糕糖葫芦 都是毫无疑问 要放进冰箱冷冻室的 这跟大伙想的一样 问题在于 剩下那些 咱平时都不砸往冰箱里割的 有没有就挺需要放冷冻室的 比如刚才那大姐说的 粮食豆类 冷冻一天 真就不能生虫子啦 粮食豆类呢 因为它是非常干的东西 所以它本身 不必放在冰箱保存 但是的的确确 它可以放在冰箱里呢 对付一下那些虫卵 难免的天然 它有天然的虫子呀 把它使劲动一下 这个虫卵 在受到长时间低温以后 它再想发芽啊 再想变一虫子 这难度就比较大了 但是一天通常不行 一天冻不透 通常我们推荐的 大概有个一两个星期吧 就不长了 但是冻的时候注意啊 一定要包严实 不能受一点潮 这个规律 不仅能够用于粮食豆类 我告诉各位 一定要用在水果杆上面 我们家有一阵呢 飞了无穷多的鹅子 我看看粮食没事啊 看看豆子也没事啊 最后终于发现 是我们家有一袋 没吃完的那个枣 这个枣就被这虫子给看上了 我看着这个枣